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说的中国人的道德水平是位于人类社会的最低点 就跟中国传统社会的人力定位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我今天主要是讲孔秋及其孔门弟子的人力学 它究竟是怎样一个水平 我们为了拿参照物比较 我们选了同一时期的 雅典的苏格拉底 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 也就是孔秋到孟子这个阶段 就是中国的这个公元前五世纪到公元前三世纪 这个时间段 恰好是古希腊的雅典三折这个阶段 我们在文明史上把它称为都叫轴行时代 东方和西方都处于这个思想哲学家时期的高峰期 公元前五世纪 那我们先看孔秋的人力学 孔秋及其弟子的人力学呢 它没有新的东西 它是草周公淡的人犯 草周公淡周理的人犯 那么孔秋把周公淡的这套周理等级制度 它本来是一个礼教制度 这套礼教制度是为周初的封建 封土建国 分封制做理论根基保证的 一个一个社会的等级 我们看我一个图 大宗小宗 然后是贵族大夫 是 这就是周朝封建制的一个基础 他要提供这个基础 要需要一套理论的合法的东西 来给他做支撑 所以周公淡就提出了周理 听过吧 那么孔秋呢 就把这套周理呢 提念成十二个字的刚常人理 叫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 父父七七 那么到了三百年之后 汉武帝霸注百家的时候 又把这十二个字 由董宗书来进行加工 变成了另外十二个字 叫君为臣刚 父为子刚 和父为习刚 那么这套人理 从公元前十世纪的周理开始 一直到现在 公元后二十一世纪 三千多年期间 等级礼教制度 一直是华夏社会人理学的基础 今天也是 他没有变过 他的内核本质 都是没有变过 他变的就是他的外表包装 不同时代 他有不同的人理的外壳 但他的内核是宗法专制 这个我讲过很多次了 所以无论儒家 儒教 儒棍怎么洗地 怎么跪地 填血 都无法摆脱 等级礼教和宗法专制的 这个人理学的结构 所以他有写 他又产生另外一个恶劣的后果 他的后果就是 华夏无神的社会 无法产生高级中药 那么他带来的就是 社会层面的整个道德破产 和历届政府的道德无人 听明白没有 历届政府的道德无人 还有整个社会个体的集体无意识 所以我们看这个后果还挺严重的 我认证的已经很清楚了 我在法家第十集 华夏三千年接地狱之中 我总结过一个观点 把这个观点重复一下 儒法皆源于周理 周公弹编写了华夏族的文化和政治基因 由于东亚洼地封闭的环境和龙根社会 文化在三千年之中缺少跟外界的交流与联系 内部也从未产生过升级和转型的动力 所以华夏社会从来就是牲口棚 就是一个大牲口棚 大监狱 那么汉朝就是圣狗棚 秦朝就是活生生地狱 本朝就是十八成地狱 我们拿这个比方就行了 然后其他的朝代都是三半 我不是说过吗 秦帝国是原版 其他的朝代都是赝品 不断的复制秦帝国的这套 三阳主义和西汉的这套 儒家的伦理 这两个奠定了华夏的基本的政治色调 儒法合一 后来我们称为叫什么 外儒内法 所以我们可以下结论了 孔秋他和他孔门弟子儒家提出的这个伦理 伦理社会是一个彻底的多邦 是一个幻想 孔秋并没有建设理想社会的伟大蓝图 红图 他拿不出来 他只有一个回到远古时期 他首先想回的是周公弹所在的西周早期 纷纷至比较健全的社会 你看多少 周天子 诸侯 然后大夫 贵族 是怎么样 规规矩矩 对吧 然后到了春秋 他生活的那个年代叫什么 礼崩乐化 你们一个个不老实 所以他要恢复周理 恢复礼教制度 这是孔秋的一生的政治追求 但他没成功过 所以他是一个想当男 他想当男 讲到周公这边还不行 他还要想上古还有姚顺 对吧 在姚顺时期 那个传说中的姚顺是什么 古代的明君 所以要那个时期更好 所以中国人是有一个反主情节的 就有个败主情节的 就是孔秋这里来的 所以这个对权力 对这种等级充满了幻想的和意淫的孔秋 他是非常智商非常低的一个人 他用智商堪忧的钢肠轮理 把整个华夏社会送进了大监狱 送进了这样一个王朝循环的陷阱 大一统将儒家变成了儒教 华夏社会就再也没有言认自由和思想自由可言了 因为谁要说一个不同的话 跟孔秋轮理不一样的 那肯定是没灭掉 那不是简单的 就是你不许你说话的问题了 那就是人头落地了 他碰不得的 所以孔秋他创造的这个 卢家学说 以权力崇拜为核心 以阉割思想为手段 以消灭自由为己 以制造恐怖为天则 以王朝循环为剧情 以血流成河为代价 以套牢社会为目的 以追求乌托邦的梦想为伟光真 所以他是一个完全的有泡沫 是一个具有幻想性质的想当栏 就是孔秋轮理社会的一种想象 他嘴上讲的是要别人去做什么 君子 因为在他的视野之中 他是君小二元对立的 我讲过了 君子小人 君子小人 这套对立系统是孔秋的拿手好戏 他在人语中经常碰到 他把这个复杂社会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叫君子 道德高尚的 他所谓道德高尚的 还有一部分叫小人 道德卑劣 我这样的人 小人 那么共产党官员 当然是道德高尚的 因为他可以对我们进行什么 道德训诫 只要他的官比你大 他就掌握道德 你注意了 中国社会就是这样 他不但是可以去 工作上管你 还可以去道德训诫你 就是市场劝妓女重量 就这种感觉 尽管他都活比妓女还肮脏 所以华夏社会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伦理型社会 按照孔秋的这套 刚常伦理构建的华夏社会 是完全一个提倡中文法专制 血缘关系的乙群社会 我讲过很多遍 风群乙群结构 它是一个血缘系统 加天想 加国同工 社会转型和升级的空间 全部被锁死 所以刚才用了这么长时间 把孔秋的伦理的产生 它的内容带来的严重结果 都跟大家做一个交代 我们下面来看一看 公元四世纪五世纪 前五世纪到三世纪 四世纪 前五世纪到四世纪 这一百年之中的 雅典三大则 苏格拉底 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 他们的人理学 跟孔秋这帮人的伦理学 有什么不一样 所以苏格拉底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 为什么把苏格拉底 作为古典哲学的最高峰 他的三大则作为最高峰 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苏格拉底 他不再像以前的各个学派 来讨论自然哲学 不再思考宇宙时候 怎么构成的 他从自然宇宙观 到什么 到政治学 到伦理学上 苏格拉底完成这个转变 他的兴趣不再是自然哲学 而是认识人和 伦理政治的问题 苏格拉底首先是开始 从驳斥智者派的 这个怀疑论 作为自己的任务 他承认普遍的善 和正当的价值规范的存在 我们可以把苏格拉底 伦理学概括为 美德和知识的同意 这个我们可以在 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中看到 后来的两代弟子 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 均发展了恐求的人 说错了 发展了苏格拉底的人力学 所以有人说 这个希腊哲学的理性思想 和希伯来的犹太基督教信仰 共同构成了 西方人理文化的精度和威度 我觉得这个话说的非常漂亮 我们引诱一下 希腊古典哲学理性思想和 那我们看到这个苏格拉底 他如何重视人力学 他是古希腊之中 古希腊社会中 第一个提出要去通过理性和思维 寻找普遍道德 寻找美德的人 我们要通过思想 通过我们的形而上追求 找一种什么 完美道德的生活 苏格拉底说 我们要过有思考的生活 如何叫有思考的生活 那我们需要过道德规范的生活 那道德规范 苏格拉底不是说 我就是道德规范 苏格拉底说什么 我们需要找一个完美的神 我们需要找一个真善美的神 我们去信仰这种神 和信仰这种哲学的目的是 提供一种知识 即道德伦理的思想体系 它的核心是探求人生的目的和美德 追求真善美 这是苏格拉底的伦理学 所以它跟恐求是明显有区别的 你知不知道恐求的人力学是什么 等级制度 血缘中法 它强调的是一种 服从和管理的和压制的关系 恐求始终会强调 人要分等级 三六九等 而苏格拉底这边没有谈等级 它谈的是什么 人要追求美德 追求知识 追求理性 我们看出区别来了 要追求真善美 那边我们要规规矩矩 规规矩矩的方式是什么 等级杀人 它是靠近 所以苏格拉底是这样认为的 一个人要有道德 就必须有道德的知识 有道德的规范 有道德的行为 有道德的结果 他认为道德只能凭借我们心灵的力量和神的安排 道德教育就是人的心灵听从神的教育 而且他相信古希腊的那些性格 就是古希腊的神话中的那些神 他们不是道德完美的神 他相信有一个独一的神 像犹太教的那种上帝 他才是真正的真善美的神 问题来了 因为苏格拉底的这种提倡 得罪了雅典的当局 所以雅典当局起诉他 说他无承认 说他带坏了青年 然后怎么样判处他死去 其实我们后来知道 这个是因为苏格拉底怎么样 卷入了政治斗争 就是希腊在苏格拉底后期 碰上了这个建筑政治 有政变发生 然后苏格拉底就被押到公民大会上 在多数人暴政的民主下 被判处死刑 那么我下面来讲一讲 这个苏格拉底之死 苏格拉底的死刑是对西方人理学非常重要 他用自己的死来给他的血神 又上了最后一课 那么苏格拉底的一生 那开始于伯利克利改革的雅典黄金时期 结束于雅典霸权的衰弱 伯利奔尼萨战争之后的 30年建筑集团倒台时期 那么雅典在战败中 在跟斯巴达的战败中在恢复 而且跟以往的民主制度 又有很大的区别 就是当时实现的是建筑政治 就寡头政治 这个建筑政治中 有两个人是苏格拉底的学生 一个叫克里底亚 一个叫查米迪斯 所以这两个人就是最后在政变中 被雅典政府处死 被这个政变政府处死 自此牵连到苏格拉底 所以这些雅典的实权派 就在公民会议的这种操纵上 把苏格拉底冠以不尽神的这样一个名 然后判冲死刑 当时雅典的守护神是西大神话中的女神雅典娜 说这个苏格拉底他不敬畏雅典娜 而是敬畏什么样 犹太人的单一上帝 其实我们知道犹太人单一上帝才是唯一的真神 但苏格拉底通过他的伦理学的研究 他就意识到只有这个真三美的神 才是唯一的真正的伦理的神 才是真正的神定秩序和道德规范的来源 苏格拉底在公元这个时间是公元前三百九十九年 他已经发现这个问题了 好 在他的学生柏拉图写的这个著名的申辩篇里面 就讲了苏格拉底是如何在法庭上跟那么多人法官辩认的 因为苏格拉底口才很好 苏格拉底自己给自己申辩 坚信 这是审判 对他的审判是完全错误的 他不承认自己有罪 其中有非常著名的一段话 是吧 他把自己比喻成一匹骏马 他说国家是一匹骏马 一个社会要进步 一个国家要进步 那么就需要有流氓去遮这个骏马 让他不断的前进 这是他在法庭上为自己申辩的话 然而呢 雅典的多数人的法庭 当时公民大会起到司法权利 判处了他的死刑 死刑也是比较好看的 不像华夏是把人头给落地 而是什么 喝毒酒 毒情之 所以呢 就有著名的一幅画 是吧 他的学生在抱着痛哭 苏格拉底一边 讲课一边把这个酒喝下去了 就是苏格拉底之死 那么他的智慧是人类哲学的先知 他的道德水平也是非常之高的 他当时他的学生柏拉图去找他 包括所有分都找他 说老师我们已买通的狱卒 我们买通很多人 你可以去逃亡其他地方 因为雅典社会 其他社会不是光雅典 一个地方 还有斯巴达 还有克林斯 还有很多 迪比斯 你可以去其他城市流亡 你在那边待一年一月 你变成那个城市公民了 这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政治庇护的来源 苏格拉底不听 他说既然是公民大会判处我死刑 那我要维护法律的尊严 这个在历史上很有名 斯巴达用他自己的死 来强调司法裁定的权威性 即便是他是错案 但我们也要服从 他这个案子 他有很多很多值得后人去深思的地方 还包括这个多数人的民主 多数人的暴政 这个也是中国社会以后要警惕的 好了 苏格拉底去世之后 这个柏拉图大失所望 他引下了独警之后 柏拉图久久没有缓过神来 然后柏拉图离开了雅典 离开了伤心之地 因为柏拉图是雅典贵族 他的祖先是雅典的国王 因为当时已经没有君主制了 雅典实现的是民主政治嘛 然后建筑制嘛 所以柏拉图在他的这个很多的著作中 都提到了他这位杰出的老师 确实苏格拉底是非常杰出的一个人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 就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两个人的人力学 他跟当时的西伯来人力学 就是基督教人力学 当时还没有基督教 公元前是犹太人力学 还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在基督教人力里面 内心的纯洁是本质的东西 而我们要追求内心的 本质的善良是需要认罪的 需要这个基督教的救恩的 需要上帝的这种 这种唯一的善去来影响我们 所以古典希大哲学 古典希大哲那个人力学和基督教人力学 他们一直有一种不可分开的关系 一直到今天 所以这个就是我今天要讲的一个核心内容 到了亚利斯多德人力学 又经过了很大的一次改变 他又把人力学延伸到政治学 就是亚利斯多德提到了六种政治制度 提到六种政体 在亚利斯多德自己写的政治学里面 所以他又带来了政治人力学 这个就是成为古典政治人力学的烂商 一直到十七世约翰洛克写政府人 还有意大利一位著名的政论家 马基亚维利斯军主人 两个相对的 一个是提倡君主专制 一个提倡民主议会 提倡君主立宪 所以这个是都有他的约缘的 就人力对于一个社会来讲是特别重要的 这是我今天讲这样一个题目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就是从华夏社会和西方社会人力学的产生来看 才开始就是高低有别 而且是差异非常大的 我现在要进行总结 不同的社会人力学产生不同的道德结果 也带来了社会文化和制度的发展方向的一同 塑造国民性和人们的世界观 所以我们如果谈到文明的时候 我们可以这样讲 文明是人们和睦的在社会集团中的状态 生活在社会中的状态 也就是一种先进的社会和文化发展的状态 以及到达这种状态的过程 所以我们一直今天乐到的中华 中华文化中华文明 其实这个是一个误区 整个华夏就是远东社会 华人在这种传统文化中心主义下 一种近乎自恋的一种行为 所以中华文明它是一个自大的概念 而不是一种主流文明 这套文化体系体现在在肉体和精神的双方质量 这也是它伦理学带来的 所以我个人认为中华和文明是无法兼容的 如果想要让华夏社会步入正常人的社会的这个 伦理范畴 首先我们要否定 儒家这套传统的人理学 我的定义就是 恐求着人理学的本质 是凡人类 凡国民 是要全部否定的 好的 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